全世界的投資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富羅萬的盤後節目 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298點 歐里斯也跌1.83點 盤後的時候外資大賣特賣435億 同學今天我們來講幾個東西 來談幾個東西 現在那個跌的時候可能大家會害怕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說 其實有時候你要先搞清楚一下 現在到底在跌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老調重彈 又是可能的升息 又是在講這個東西 當然只要講到這個升息 股票市場一定會大幅震盪 因為現在的位階基本上算是高的 但是有時候震盪的時候 大盤在壓回股票是分三種的 分哪三種 一種就是不管大盤 自己長自己的 第二種它籌碼沒有壞 短天上有被影響到 但是被影響到它的形態也沒壞 所以可能稍微整理一下就會往上漲 就是它的K線多方走勢都沒有變 比如說像K線的走法就是高點過高 低一點不過低 基本上操作就做這兩種 一種在創新高的 一種是怎麼樣 一種是多方形態沒壞 但是短天上被影響 那法人籌碼沒壞的形態沒壞的 後面還有機會往上漲的 基本上看這兩種 那另外一種第三種就是還在跌自己的 那種還在跌的基本上或是說整個形態是空方的 那種就不用理它 所以還是這三種 那這三種屬於一跟二的到底在哪個地方 其實還是在這邊啦 AI 沒錯吧對不對 同學 昨天美股下跌 但是請問揮達有沒有跌 揮達是開低走高 揮達是沒有跌的 那揮達沒有跌的話 其實AI還是大主軸 那AI的部分其實主要就兩塊 一個是GB200 一個是AIPC 就是邊緣運算的部分 你後面如果說沒有邊緣運算的話 說真的 你現在一些廠商在大力建置這個GB200 這個軍火庫 你到底要怎麼回收 這一台是 這幾三三的 都一千萬幾以上的 一台就是一千萬以上的 非常的貴 所以現在花那麼多點在建置 你後面沒這個東西來回收 那不是很奇怪 所以從這個邏輯就可以帶出一些股票 我們跟大家提到過 雖然說今天震盪一下 不過呢 我現在你的成本都已經拉很開了 想想 成本70幾的 散熱的 成本不是也拉開了 已經很紅的吧 廣運成本是90幾的 然後瞧瞧 有稍微震盪一下 不過成本也拉開了 再來怎麼樣 再來有方法就有下一支好不好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 同學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其實盤面上會震盪 主要就是這個 可能不會降息 或是說降息的部分 他之前把說降兩次對不對 現在搞不好也有變化 因為後面的公佈出來的經濟數據 以目前到現在看到的經濟數據 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那真的很強的話 真的很強的話就怎麼樣 就不需要降息 但是我還是提醒大家 同學我還是提醒大家 包爾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是衰退性降息 他從頭到尾都說是預防性降息 好不好 預防性降息跟衰退性降息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包爾從頭到尾都說是預防性的降息 那預防性降息的話 為什麼今天會跌 或是說為什麼外資大賣 同學你看這個是10年級公佈在制衣力 突破4.5昨天到4.6勒 然後衝上去勒 當然我個人認為要再來之前的5 很困難不太可能來這邊 說真的如果再來這邊 就是無腦的把債券EDIF買滿 買滿後面就會漲 因為怎麼樣 因為這個機會真的太小了 如果說再來這邊機率我認為不太大 但是你現在之前到這邊就卡住了嘛 這邊就4.5嘛 也就是說什麼 你後面會降息只是 目前還是沒什麼升行選項 降息只不過什麼樣 到底降多少跟降的速度快或慢而已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我們突破這裡 我認為突破這裡的機會也不太大 就算真的什麼突破了 也可能馬上都壓起來 停在4.5這邊可能是比較 應該是比較OK一點的 那消息面很多 就是有時候鷹派的官員出來講話 有時候鷹派出來講話 我個人認為 就是你如果說你要比較中心的看法 你還是把FED Watch 你把它打開來看 然後你把FED Watch打開來看 看看到底有沒有升息的選項 以目前來講升息的機率只有1% 好不好就是 同學這1%剛剛有可能 這機率實在小到不行 為了這一% 小到不行的機率 結果股票市場頂不動老西歪 所以呢所以 跌下來你到底要幹什麼 同學 升息的機率就這麼低 好不好 1% 1%的機率 因為股票上漲多了 所以開始大幅震盪 大幅震盪很多股票 都會跌5%以上的一大堆 那跌下來到底是要跟著殺 還是好的股票你要找 你準備要在那買方 同學你可以自己看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這個問題 也就是升息的機率小到不行 那降息的機率呢 降息機率第三季 之前可能說9月對不對 但是9月現在可能 可能9月因為最近的數據很強 所以9月的部分現在變成說維持一樣的利率 基本上跟降息差不多差不多 如果說9月沒降的話 那可能就往後延嘛 就11月嘛 11月12月嘛 所以今年還是有可能會降息 只不過怎麼樣 就是降的幅度變少 甚至它再往後延而已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FD Watch來看的話 得到一個比較初步的結論就是 升息的機會小到不行 後面還是一樣降息 好不好還是一樣降息 只是它降的比較慢而已 降的很慢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這樣的話 那股票市場 因為只要如果說升息這邊 基本上它會影響到科技股的估值 那引到科技股的估值的話 說真的如果說這邊 我們假設這個1%的機率 才小到不行 如果說你忽約它的話 那現在掉下來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像不太見得是壞事喔 應該是好事 好事幹嘛 掉下來 就是你可能要早買點 所以老壞劇 兵荒馬亂的過程中 請你的心情放輕鬆 好不好 那整個大事跟大家分析完 看一下股票 其實股票就這個嘛 就GP200 未來的希望 揮打一個人50 每股點東老西歪 揮打還在漲 不覺得它很厲害嗎 這我們跟大家提到了 同學 這裡面 比如說像這個 這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富橋嘛對不對 巧巧嘛 富橋嘛 富橋就屬於哪一塊 不是這一塊 西西有的那個波纖布 它在攻了嘛 通過認證了嘛 它在攻了嘛 那它在攻的話 拉四根整理一下 你看這種都是什麼樣子 都短線客丟出來的 然後昨天又漲停 昨天漲停 今天盤這樣子 早上還創新高 但是呢一樣刷來刷去 尾盤有稍微一點跳水 同學其實我個人認為 跟就是一樣當衝的 好不好 早上尻進去 因為昨天投信大買 早上尻進去 想說尾盤是不是拉漲停當衝 結果哇 尾盤一直殺 都快跌三百點了 所以呢 整個殺出來 短線客沒有吃 就沒有吃到好處 整個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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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看幾個東西 但第一個這個技術線型 對不對 它已經突破前高了嘛 如果說你連接之前的高點 連接上來有一條什麼 上升的壓力線 上升壓力線 你會發覺 它這個上升壓力線已經突破了 突破這來做回測 那我問你喔 這種上升的壓力線突破回測 請問你要幹什麼 請問你要幹什麼 那第二個 頭信有沒有買 頭信有在買對不對 大戶儲物比例有沒有在上升 有嗎對不對 同學這個又不是我畫給你看的 這個就是 依照數字電腦跑出來的 頭信在買 大戶儲物比例就往上升代表什麼 代表籌碼是怎麼樣 籌碼是集中在大戶手上 那集中在大戶手上的話 你在看這一個 這個我今天放的是熔券 熔券 你會發覺啊 他一開始漲啊 就有人拼命放空了 一直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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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空阿 法人在買 大戶儲物比在上升 然後呢 空單一直在增加 這個後面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這個後面喔 後面搞不好變剛空 搞不好就嘎嘎嘎嘎翻天了 可能就會嘎了 所以呢 最好怎麼樣 最好它在那邊 在多洗幾天 多洗幾天多拼點空單 多洗幾天多拼點空單 投信尻一尻的話 今天5月30號 明天5月31 再來放個兩天假 6月份投信要做帳 投信要做帳 投信刚买而已 刚买嘛 又不是买很多 你买很多你可能要担心他会不会结帳嘛 就像台药一样嘛 投信买了十几% 一大堆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现在要结帳啊 要做帳啊 要做帳就有人会砍嘛 都是这样子嘛 虽然等投信做帳完 我们再玩台药 好不好 这个价位是安全的啦 只是等投信做帳完 我们软件上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就是什么 投信再买 大账值率再上升 然后呢 融券再增加 如果说你是元大那边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到那个 好像在借卷 对不对 借卷干嘛 有人放空被尬到了 好不好 有人放空被尬到 为什么在借卷 借卷 你可以赚一些利息钱嘛 所以相当股票 我认为震荡 震荡你就可以留意啦 震荡你就可以留意 就是 甚至盘不好 在那边刷来刷去 刷来刷去你还可以上车 好不好 大时候如果说盘开始转好了 然后呢 业绩开始慢慢跑出来 它的业绩基本上会越 应该是每个月 每个月往上升的啦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认为你还是一样 可以留意 反正不是赚钱吗 那不是你不能贪钱 贪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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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怕什么 这也是啊 广运啊 广运什么 不散热 对不对 散热 散热这个地方在哪里 92、93 没错吧 92、93嘛 对 这是我们看很久了嘛 5月21 涨停嘛 对 然后呢 这是又涨停 过两天又涨停嘛 然后5月27 放个财报 没赚钱 没赚钱就股价也没跌 很奇怪 今天怎么样 有啦 有跌啦 111啦 今天在哪里 这里嘛 在10线 10线没跌破哦 你要做停利的话 10线跌破把它出掉就可以了 没错吧 10线跌破你能不能赚钱 你成本92、93 现在111耶 20块呢 20块 你除以92、93 赚多少 要赚两成 什么叫两成 100万下去现在是120万 大盘在跌 同学 其实就是选股的问题啦 这股票同学 回到我们一起跟大家说的 这种股票形态坏了没有 形态没有坏哦 10线没跌破哦 它强势股哦 因为它再拉上去的话 搞不好就要干嘛 5分钟一盘 可能会被分盘 现在怎么样 现在基本上就是有压下来 压下来把那个幅度缩小 所以像这种股票怎么样 就是散热的你还是可以盯 你懂的是吗 因为像双红、奇红那种 基本上他们是出什么 反正就是CDU那些 就是散热的领主件 领主件需要把它怎么样 要把它组装起来 用整批的再出货 所以广运好像是借这个的 有听说借这个啦 而且机器人的底座它又再出 所以像这种有压回哦 不是叫你买 跌的时候我叫你买你也不敢买 但是一旦多方惯性又启动的话 什么叫多方惯性又启动 你看今天的K棒 今天最高是116 收111.5 它如果过几天 嘻嘻嘻嘻嘻嘻 又跑到116.5 代表什么 代表它又开始了 你懂的是吗 就是这种实现有守住 然后又开始高点又过高 低点不过低的话 搞不好可以留意 就这种啦 虽然虽然像这个 其实这次也稳赢的啦 我现在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你这一天我先 你这一天洗的比较大 我有先请一些学员先除掉 剩下的 剩下的都等停曆而已 等停曆而已 这摆着啊 现在再探两下 所以 所以 选谷很重要啦 同学 选谷很重要啦 选对老师也很重要啦 你要不要选一个 有上媒体的老师啊 富桥我在 節目上有沒有讲过 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节目啦 我在别的节目有没有讲过 啊 龚运 我在别的节目有没有讲过 啊 这叫励志 我在别的节目有没有讲过 同学 励志一百六一百 一百六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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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我是不是上 东森 是不是东森我在讲了 啊 对不对 变这样嘛 我提醒你 昨天创新高 啊 创新高压回来 压回来 昨天最高多少 207 今天最高多少 209 209 你真的会害怕 你可以出啦 不反对啦 但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花一条线怎么样 上升压力线凸穿了嘛 凸穿在那边整理嘛 当然盘烂的 你要调节 我不反对了 反正你也赚钱了 干不是你没贪钱 对啊 昨天就是涨停了啊 对啊 一开始玩的时候165 现在200多了呢 这昨天我在三立的时候啦 娟姐在这里嘛 这叫什么 励志嘛 昨天盘老不好 不好啊 看个股啊 同学不是说什么大阪不好 都说过都跌了 看你怎么选股票而已 所以呢 昨天的三立 好股票 对跟大家分享的 励志 对5月29啊 干不起5月29啊 对205.5啊 所以呢 昨天讲的啊 昨天讲的啊 今天就推上来啦 推上来啦 今天最高209嘛 这是昨天盘中我时候我印的啦 他有没有水冷 有水冷啊 今天报纸上有没有写他有水冷 同学报纸就写他有水冷了嘛 你自己看报纸嘛 对那个 《经济日报》写的吧 对不对 有一格嘛 就写他有水冷嘛 他真的有水冷啊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不是AIPC AIPC 5成以上的散热都他出的 所以呢 所以今年喔 今年 活力应该不错啦 应该是有机会一个股本啦 好不好 拿这个巨响 鸡柜嘛 不是吗 鸡柜啦 他那个观音场有鸡柜啦 这成本在哪里 成本在这边七十几块 七十几块 那不是 七十几块有没有洗 有啦有洗啦 有稍微洗一下啦 洗到这边跟你说啦 那不是 不要说我没提醒你 对该说的都说啦 所以同学有时候 你选对股票是最重要的啊 那个 学费什么东西啊 那个东西不是重点啊 我真的没骗你啦 小钱有时候不要省啊 学费不是重点 选对股票还是重点啊 你看我这股票是忽然跑出来了嘛 看到烂掉了 立志都讲多久了 立志从4月29号耶 同学 4月29耶 429耶 429耶 这是429的新闻耶 对 只要有料价格好谈 送到其中广运沾光 对 广运那天还没涨 后面后面对 后面把他叫起来 叫起来就大涨啊 所以同学就是 你的族群喔 族州 只要对的话 就是你的趋势对了 跟着资金走 财富基本上一定有 现在的资金就是还是在AI这边 没错吧 就在AI这里嘛 不然怎么会创新高 你跟我讲怎么创新高 莫名其妙创新高 我也没那么多的什么会员 或是没那么多的力量啊 你懂的是吗 这种都是什么啊 都是市场的力量啊 投信不是也在买 对不对啊 投信不是也在买 他是富桥的投信也在买啊 这法人也有力量啊 富桥那个巨匠这个 外资也在买啊 法人都出报告了呢 这个不是法人没出报告 法人有在看呢 法人都出报告了呢 出报告的话今天这样子啊 有了有跌了 跌一块半啊 跌一块半啊 挂点了没有 同学挂点没有 我最近的成本在这里耶 去年底的成本在这里耶 没错吧 我这个还跟你分段做 分段做 做上来我知道他整理的先出掉 出掉对不对 这边又要开始的再来 六月快到了哦 为什么是六月 六月重点是什么 他的观音场要开始启用了 六月他的观音场就要开始启用了啦 六月他的观音场启用的话 他那个机构的部分啊 他把日本的引进 对不对 他引进日本的那个点度的技术嘛 之前是刷度 现在点度嘛 然后把日本的产能拉回台湾嘛 报告上是不是说 他成本可以降低两成 不是降低两成啊 没有那么少啦好不好 因为他之前是叫日本那边做嘛 对日本的厂拉回来 其实省了什么 运费什么什么你给他算一算 这样全部都算算的 省的部分超过两成好不好 成本降低的部分超过两成 不是像媒体说的两成啦 两成没有那么少啦 有那么少的话 如果说这两成的话 不会涨到一百块啊 好不好 所以像这个我认为就是一样 持续做关注啦 好不好 这个是什么 GP200机贵的东西啊 GP200机贵的东西 那后面呢 后面不是这个 AIPC嘛 这一次的那个CAMUTES就AIPC AI is everywhere 对啊散热谁在做 散热的粒子在做啊 五成以上的NB基本上 散热都是粒子的啊 所以其实像这个东西有很多啦 有PCB啦 因为AI开始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PCB也不一样 ISP也不一样 触碰板也不一样 然后呢 记忆体也不一样 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那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其实商机很多都在里面了 甚至于怎么样 甚至以后用声控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就声控啊 你还要触碰 触碰也有啦 触碰也升级啦 因为要指纹辨识 安全性 指纹辨识 ISP怎么样 ISP要侦测 你到底站不在前面嘛 然后呢声控嘛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后面未来的商机 那未来商机的话 其实这个成长性会很大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是从无到有的 从无到有啦 而且呢换机潮也差不多到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 对这个还没涨 今天也跌 跌不错啦 好不好 明天如果再跌的话我再来买 应该就在这里了啦 应该在这里啦 看能不能在机线这边行丢 好不好 就是AI主板的啦 主板嘛 升级嘛 HDI版嘛 HDI版 现在通过认证的 只有这一家 没有别家了 好不好 现在只有这一家通过认证 现在的四战就是五成以上 通过认证的话 只有他而已 所以你这些什么 华硕空机要叫货的话 跟谁叫货 就只有他通过认证而已啊 就他啊 那不是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啊 有没有大涨我告诉你 没错吧 反正等他拉一根的话 拉一根你再来追 无所谓啦 好不好 这种拉一根来追我也 我也欢迎你啦 反正这个地方对 我找个点去做卡位 好 那我们做个简单结论 同学还是一样 盘掉下来邀请你 好不好 大涨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我自己做的好 我费一包自己做 黑白色 我电视青菜看 对 连线青菜看 同学 连线青菜看 今天吃就怕了吧 拍那么烂 连线青菜看 就青菜头了 那不是 做一些 有人做的股票啦 好不好 跟着大吼做啦 掉下来 有票让买点 邀请你一起来赚钱 優位方案 对 快 剩这两天而已 好不好 520到年底啦 好不好 让七老板来帮你 好我们做个简单结论 同学其实我们讲的是操作方法 那这个操作方法我知道外资界卖很多 但是呢 外资卖 外资卖什么 大型股啊 台积电这些啊 我又没有台积电 台积电很好啦 掉下也可以买啦 但是那是长线的东西啊 等于是想如果说你要 可能比较犀利的操作 做一点比较嗨的 你要怎么样 跟内资做嘛 内资退场了没有 内资没退场啊 内资如果退场的话 就不用算了 内资退场的话 今天这些股票 不会什么创新高什么的啦 不会啦 所以内资还在不在 在啦 既然内资在的话怎么样 你说这个地方他们是不是硬拉什么 也不会硬拉啦 顺着试做 好不好 所以既然顺着试做的话 你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那些可以抗跌的股票 好不好 有题材可以抗跌的 洗一洗搞不好怎么样 搞不好盘一文又开始涨 所以呢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 盘不好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那些抗跌股票 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盘跌的时候分三种 股票分三种 涨自己的 然后呢 有影响到 但是呢后面还有机会涨的 你要留意这两种 第三种那个陷型很弱的 那个不要理他 好不好 所以如果说你那种陷型很弱的话 赶快换一换股啦 好不好 趁着现在盘不好的时候 你还有换股机会 不要到时候 哎呀盘稳了我要来换 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 会发现一件事情 好的股票 强的股票都在天上 你还是只能买那什么滴滴的 滴滴的 结果呢滴滴的就掉下去了 是不是听了呢 啊我买滴滴的 没涨的滴滴的 结果呢十字有八字继续跌 不是买那种啦 买强的啦 好不好 买强的会抗跌的 后面才会 有办法第一时间推上去啊 你要找这种股票 你有能力自己找 恭喜你啊 可以继续在盘面上赚大钱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要不要用我的方法 做做看 用我们的优惠方法 一起来赚钱 试试看 好不好 有操作方法就有换股机 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喜欢分析的话可以点个电话 闲当我们节目给你喜欢 第一时间推播 同时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足先机动能掌握 谢谢 祝大家明天超准理 明天见拜拜 好